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在这一集呢 要来介绍这个 进一步的介绍一些有关不等次的知识 那上一集我们介绍了不等次在绝对值上的应用 那我们来把它稍微活用一点点 那我再提一下 就是其实这样子的推论呢 不在国中课程的范围里 不过我们就是先了解 先看过就好了 不用 学生不用一定要会 那这个 x-2如果它会比2大比5小的话呢 像这样子一个连着的不等次 我们可以把它左右两边踩开看 所以x-2我们上一集有说 这个x-2的绝对值就是x到2的距离 那么这个东西 它到2的距离要比2大 也就是说呢 他要比4大或比0小 这样他到2的距离就会超过2 对不对 那但是他到2的距离又必须比5小 所以呢 2加5的话是7 2-5的话是-3 所以他到2的距离又必须要比5小 那也可以包括就是0 所以他就是2这样子 所以他到2的距离其实是在这一段橘色的范围之内 那所以最后这两个都要成立 你会发现我这两段同时照住的地方是 这里 所以其实这个x它刚才这个3也是没有 -3也是空星的 所以x它是从0到-3或 从4到7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是x的值 它会是0到-3或4到7 所以他会比2大 但是比5小 他到2的距离会比2大比5小 这样可以吗 那再教一件事情 这个 如果a跟b a大于b 那又比0大 其实这个我们在指数率那边有带大家推论过 如果a跟b会比0大的话 那么a平方 a大于b 那a平方会大于b平方 这个就是 如果a大于b 那我等号两边同成a 所以a平方会 因为a比0大嘛 所以不用变号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等号两边同成b 你会得到 所以a平方大于ab大于b平方 所以a平方会大于b平方 如果一样是a大于b 但是这两个都比0小 也就是说两个都是负的的话 那同样的东西我们再推一次 现在a比b大 我等号两边同成a 但是因为a是负的 所以a平方反而比ab小 那如果我等号两边同成b 因为b也是负的 所以其实ab反而比b平方小 可以吗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里题 那x的多项是在分母的问题 其实我们国中是不去学他的计算的 不过我们有机会在选择题看到类似的题目 他只是要你去动动脑去想一下 那这样子的问题 x加2分之x减3 会大于x加2分之3的话 x的范围是多少 那我们两边都看到这个x加2当分母 那我们虽然是不等4 我们也是可以等号两边同成 如果我们等号两边同成x加2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前面有提到过 你分母成的东西不可以是 放在分母的东西不可以是0 放在分母的东西不可以是0 那我们也不可以在不等4的两侧同成0 因为这样子这个不等4成完了 他的大小就不合理了 所以呢首先x加2不可以是0 第二那我们成的东西到底是正还是负 会影响他这个大于的号要不要变 所以我们也必须把x加2这个我们要成的东西 分拆开来 他是大于0呢还是他等于0呢还是他小于0呢 那等于0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x加2大于0我同成完那就没事了 那x加2就被消掉了而且他不是0嘛 对不对他大于0就不是0 那就被消掉了我就会得到x-3会大于3 所以x其实是大于6 那这样子x加2大于0的话其实x大于-2 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x大于6有符合这个前提 那x大于-2又大于6是保留这个比较窄的 再来看这个如果x加2其实会小于0的话 那么刚才这个同成x加2的动作 因为小于0也不等于0所以还是可以的 只是我就要变好换句话说最后x-3其实会小于3 那这样子算出来的话呢其实x是小于6 那x加2小于0x本身要小于-2吗 对不对 小于-2又要小于6 其实是小于-2更小 所以这个保留下来的其实是小于-2 那最后这一题呢这个x它其实是x大于6或x小于-2 这个是它的答案 那我就刚刚就说了 我们到国中的范围里面是不需要能够把这一题解出来 只是带大家了解说 第一个我们要去分析你成的东西到底会不会是0 到底会到底是正还是负 第二个你要留意你的分母不可以是0 这样子然后去分析一下 好 这一题它说有已经知道有一个正整数介于13分之69和13分之13加x分之69加x之间 已经知道只有一个正整数在这之间了 那如果x也是正整数 这样子的x会有几个 首先呢我们这个国一上有提到过 这是假分数 假分数如果上下同加同一个 他说x也是正整数吗 如果上下同加一个数 其实这个假分数会变小 这个 比如说这个 2分之3同加1是 3分之4 那2分之3是1又2分之1吗 3分之4只有1又3分之1 它会变小 那至于为什么呢 这个自己去找一下我们国一上第二章 好 因数倍数那个单元 好 有 顺便教一下分数的知识 大概在第15集到第23集之间吧 好 国一上 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所以其实这个数字是比13分之69还小的 13分之69大概是多少 那 你看我们之前建立数字表的时候 大家建立13的倍数 13乘以5是65 所以这个是5又13分之4 那么 有一个数是5又13分之4 那这个数我不知道 可以吗 他说我已经知道只有一个正整数在这之间了 请问那一个正整数是多少啊 不就只会是5而已吗 因为他的下一个就5啦 好 那因为只有一个 所以其实他又要在4前面 要在5后面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一题呢 他是告诉你这个 13加x分之69加x呢 他会比5小会比4大啦 那你想要的话 你也可以用推论的 那或者像我们看我们前面就练习了 我可以等号两边同乘13加x 因为x是正整数 所以这一定是正而且不会是0 所以可以这么做 换句话说 69加x会小于5倍的13加x 那是65加5x 会大于4倍的13加x是52加4x 可以吗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 我们先算左边 左边算出来等号两边同减x同减52 你会得到3x会小于69-52是17 所以x会小于3分之17 再来看这边 再来看这边 等号两边同减x 然后同减65 你会得到4x大于4 所以x是大于1 所以x大于1却小于 3分之17的话是5又3分之2啦 所以这样子的x有几个啊 要注意他没有等于哦 对吧 他没有等于 所以这样子的x有2 3 4 5 4个 就是这个问题 可以吗 这个蛮难的 其实这个对国众生来说蛮难的 那很整合的概念啊 所以国一国二的东西都要学起来 来看第三个问题 以之不等4 绝对值x加b小于 x加a的绝对值小于等于b得到的是这样子 求a跟b 那 这一题呢示范给大家看 同样的道理 这个不属于果中的范围 但是让大家看过 这个挺有趣的 最后x在-3到7之间咯 那 这个-3到7之间的话 他一定会 取-3跟7的中间啊 他是2 也就是说 他是2加5或2-5之间嘛 换句话说呢 这段范围他其实这个x是 到2的距离比5小 好 小1等于5 好 那就可以推论出来这个 a4-2 b4-5 那你说老师你怎么可以 就这样子就说他是吗 真的要说明我们要等到高1再来教 好 那就是先大家带大家看过 有这么一回事啦 了解一下说其实 欸 不等4跟绝对值的应用 他其实是可以很这个图形化的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作业留下来的问题 小明骑车上学的时候 时速6公里骑了1小时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有看过 那 时速6公里骑了1小时 其实就告诉你这个学校到家里的这个距离 距离 就是1乘6公里就是6公里 这样子 1小时嘛 每小时骑6公里 所以这个距离就是6公里 换句话说放学的时候时速9公里 他其实骑了 6分之9 6除以9 9分之6小时 那所以求平均时速的时候呢 那你也可以直接去这个 可以直接去 乘开来 因为就是距离是2倍的6嘛 所以是12 然后花的时间是1加上9分之6 这样子去算也可以 这样子多少 这个约掉 这个约掉 这个是5 等于5分之36 是7.2 7.2 又或者呢 我们可以再取得了这个是9分之6小时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有提到 求平均速度的话 你到底每一种速度各骑多久 是你的这个时间是全重 所以这里是6 这里是9 那你的这个比就是6 每小时6公里骑了1小时 每小时9公里骑了9分之6小时 所以1比9分之6是9比6 9比6是3比2 所以到时候你的这个平均在这里会是2比3 2R加3R5R是3 R是0.6 所以6加上2乘以0.6是7.25 所以这里是7.2 可以吗 这样子也是答案 看下面这个问题 那下面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要告诉你 其实上面这一题的这个1小时 是可以不用给的 小明骑车上山 时速6公里 下山时速9公里 这样就可以问平均速度 为什么 那是因为呢 这个上山呢 他跟下山 他的这个距离一样 同样的道理 上学跟放学 你走的路 距离其实也是一样的嘛 那既然距离一样呢 这个速度乘时间是距离 既然距离一样 我们透过对正比反比的了解 你就会知道速度跟时间是乘反比 换句话说时间比 他会是速度比的倒数 速度的倒数比 可以吗 所以他的速度是6比9 那其实他在骑着同样的距离 他所花的时间是倒过来的 是9比6 所以他的权重其实是9比6 也就是3比2 那这样子就可以去抓到 这里12比3 那这样子 5R43 R40.6 这个是7.2 这样就可以抓到 对不对 所以其实刚才那个起1小时 这件事情是不用讲 好 那平均速度一样可以算 再来看一下 这个求X的范围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特殊的情形 如果2X-2 会大于等于2X-3 等号两边同-2X又同加3 你会得到 你会得到这个1大于等于0 那这样子的话呢 是1一定会大于等于0的 因为1一定大于0 所以这个X是任意书 所以这个X是任意书 再来X-3会大于等于2X-3 会大于等于2X-3 大于2X-2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同样等号两边同-2X同加3 你会得到0大于等于1 那0是不会大于等于1的 所以这个无解 那这一题呢 X加3小于2X加3 等号两边同-3同-X 你会得到X大于0 那这个就答案了 所以不要想说 到底是无解还是任意书 没有 这个就答案 可以吗 X-2大于等于X-2 你等号两边同-X又同加2 你会得到一个0大于等于0 因为有这个等于的存在 0是一定会大于等于0的 因为0就等于0 所以这个的答案X是任意书 但是如果题目是X-2 大于X-2 那你等号两边同-X同加2 你会得到0大于0 0就是0 它不会大于0 那这样子这个题目就无解 所以要分清楚这两种情形 那当然实际上我们不会有这么多无解 或者是这个任意书的题目 只是就是透过这样子的问题 大家训练一下思考 来看这一题 这个2-3X会在-1跟3之间 那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像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把它X的范围求出来 再求这个 又或者你想办法把这个式子变成这样 比如说这一题的话 这个是-3 这里是3 所以我这三项同乘-1 你会得到3X-2 会这个乘-1要翻号 所以 所以3X-2大于-3小于1 那我要-7 所以就在-5 所以3X-7 会大于-8小于-4 那这个就是它的范围 可以吗 好 他说A加B会大于B加C会大于A加C 那请问A跟B跟C的大小是比较大 其实这种问题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就可以了 A加B大于B加C 两边同-B 同-B不用考虑要不要变好 因为你是减啊 所以最后A会大于C 那这两个两边同-C 你会得到B会大于A 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B大于A大于C 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来看这一个 这两个 OK 差一点点 那么 来看后面这两个 B-C A-C 同加C 你会得到一个B大于A 再来看头跟尾 因为中间这两个差比较多 我们来看头跟尾 头跟尾的话 A-B会大于A-C 那同-A你会得到 -B大于-C 同层负号 你会得到 其实B是小于C的 B小于C 却大于A 所以C大于B大于A 可以吗 好 可以吗 好 腦力训练